真的不想让这么的手艺 在我们年轻这一代断带了 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你在我们手里断带的话 以后很难和老祖宗说 我叫吴玺 零零后 正在国家级非语成都七亿学习 上大学18年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七亿了 因为我是学美术 我当时就是对雕刻 木雕之类的很感兴趣 后面因为一些巧合 把我转到了七亿这个方向来 放弃过很多次 有时候什么磨东西 刷漆的时候 搞得一般又崩溃了 天然大漆会有过敏 还有漆分子 当时也是第一次接触漆这个材料 所以对漆的特性也不是很了解 学的时候就特别的困难 看到那个东西以后 我才决定继续学下去的 要不然当时我早就换专业 19年的时候我和我朋友他们去博物馆逛 看到一个文物 《辅佐鸟架果》 我做梦的话我都想仿一件 它的辅佐啊 就是两只老虎都雕着特别的生动形象 很难你想象他们古人的工匠机啊 包括他们的智慧 虽然我当时继续进食这个画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 我看到那个辅佐鸟架果 我就特别很喜欢 我不想让这门机 在我们年轻这一代就总是断代了 真正的上手做一件东西的话 其实基础特别的重要 光是你打磨这个工序的话 我都学了很久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打好基础 我师傅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只有用心才能做出一件好的作品 成品出来的那一刻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心来做了 就是一种看到新生儿的感觉 就是你给予他一个生命 无邪这个土地啊 在新手的学员后头 算数医力了 比较科业 基础大的比较扎实 因为我如果是说 真实做些契约的话 应该是2013年 因为我多早有了解到契约 我们老婆一直在这个契约场 我还是就是被他拉进来 从事这个栖栖行业 我们老一辈的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在搜救 需要心理力量来注入这个栖栖的行业 我希望他是帮我所有的学员 然后他再去发挥他自己的 因为我们上一辈的努力 所以才有我们这一代还能继续学下去 因为栖栖的话需要创新 你不创新的话 它很难进持下去 在胎体的形状处理上面 还有一些工艺技法上面 我也会加入自己的理解 然后再吸取一下他们的工艺 之类的 然后吸收一下 把它融合在一起 目标的话 肯定是往国大师发展 争取以后成为一个国大师 然后再用我所学的记忆 然后交给下一代 让他们再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